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近几年那些束缚身体的紧身衣,超高跟越来越少被提到,相反,Nomcore Unisex,极简主义越来越实行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扫,从最早期的紧身裙,超高跟,变成现在的大女人穿搭教科书。 其实,女人越时髦,就越会关心舒适度本身,而不会刻意去塑造委屈自己的时尚感。简单的来说就是能让我舒服惬意,剪裁利落,修身,简洁的衣服就是时髦。 今年的时装品牌,也纷纷推动了这样的大趋势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Hermes,在2019年秋冬系列的视频中,一位穿着简洁骑士夹克的女性,沐浴在红色的月光下,露出自信微笑,仿佛这个夜晚,为她所有。 现在这个季节,正是好好思考如何置办整个下半年衣橱的好时机。编辑为大家盘点了几个接下来一定会火,并且人人都能驾驭,基本不会过时的潮流趋势。 这里说的直线条,不只是扩形笔挺,还有服装设计本身的线条装饰。首先说扩形上的直线条,它们是中性风的核心骨,像西装,衬衫,裤装,都是直线条的,穿着也更舒适,修身。 和曲线结合的直线条扩形,是气场和气质的担当。比方说这样的连衣裙,有曲有直,修身,简洁,但利罗的直线条,就能让这条裙子,变得时髦感爆棚了起来。 线币裙也是如此,既有臀部的曲线美,又靠直线条,演绎了绿正俏佳人的感觉。服装设计上的直线条不用多说,时髦的女孩应该衣处里都背过好几件这样的单品了。 纵横交错的皮革条,条纹,格纹图案,甚至是扣子串成的一条线,都起到在视觉上美化身体线条,修身的效果。 这两年实行过很多这样的时髦风格新词汇,比方说曾经称霸了一整年的Nomcore,刷屏社交媒体的性冷淡风,还有一直作为诸多时装品牌秀主题的Unisex,等等。 还有这两年很火的小众品牌Peter Doe和Lamer,走的都是这种无性别界线的路数,出一个火一个。可见这样的时装,本身就是时髦女孩的刚需。 仔细回想一下,的确也是不限制性别的款式最长青。那些编辑每年都会盘点的经典款里,T,白衬衫,风衣,西装,哪样不是Unisex的简洁款式? 包括今年爆火的一些街头风格强烈的时装款式,像是工装连体裤,曾经是男人专属的款式,现在,女人穿反而更时髦好看。 虽然我们会对少女感的马卡龙色系恋恋不舍,对亮丽的糖果色系亲切不已,但最终主导我们衣处的,从来都不是她们,而是经典不过时的大地集中性色系。 你说想知道什么两才是最时髦的大地集中性色系?看看Hermes 2019年秋冬系列的配色,就可以瞬间明白了。 这个牌子不止这一季,几乎所有季的秀场配色,都是跟着调不会错的水平。 并且Hermes还能将色彩和材质的契合度做到非常高。 举个例子,单就说黑白,Hermes就可以用皮革、羊毛、毛钉,来诠释出非常有层次感,且眼前一亮的造型效果。 除了黑白这两种最基础的中性色之外,还有各种时髦的大地色,比方说棕色,它是更深层的暖色调,一到秋季开始就可以统治你的衣橱,直到来年开春。 棕色给人感觉成熟稳重又不乏女人味,想要英朗强势一些就选深一些的棕,想要柔和一些,就偏向淡一些的棕。 另一个大地色给人感觉合宗很像,但更性冷淡一些,那就是坨色。 坨色属于很淡的颜色,但穿上身表现出来的气场一点都不淡,正因为它和人体本身的肤色调很相近,所以更容易演绎出穿着者本人的气质。 坨色属于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颜色,春夏季的坨色裙装,坨色衬衫,秋冬季的双面羊绒外套,坨色毛衣,都是非常好搭的款式。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,温暖的大地色系,非常适合亚洲人偏暗淡的肤色。 现在早就不是一提到皮革,就想到厚重皮夹克的时代了。皮革并非修东专利,它全年都能穿。 就算不是全部用皮革做的款式,那些用皮革点缀的时髦单品,也更让人爱不失手。 Hermes就很擅长干这事,比方说用皮革包裹脑钉,做成扣子装饰在外套上,是非常高级的设计感。 不同触感的皮革,也可以组合出非常时髦独特的单品,像光面和磨砂触感的皮革拼接,不但能让层次感更强,而且还可以诠释不同的黑。 到了秋冬季呢,皮革肯定是大量运用起来了。 这种材质在质感上肯定排名第一,保暖性手区一指,关键买一件可以穿好几代人,非常实穿。 Hermes就是一个非常擅长用皮做各种时髦款式的牌子,今年秋冬季里,就经典的皮外套、皮夹克、皮靴。 也有将皮做成皮裙、皮上衣,或者拼接在各种款式上的设计。 除了防水小牛皮之外,秋冬季能给人温暖又不失轻盈的面料,还有这两年非常实心的双面羊绒。 Hermes也很擅长于制作这种面料的服装。 双面羊绒的外套既能够保证温暖,视觉上的质感又非常好。 秋冬季入一件,可以穿好几代,并且永远不过时。 秋冬季入一件,可以穿好几代。